口子呢它也不是很大 我婆婆去弄的棉花 栽的香油 农村它不是土办法吗 栽的香油它就自助来 那不是29号吗 它早上它就跟我婆婆说 它说我到那个蒋家 那个去打个换八子 我公公一百姓情况下 它是11点多钟就回来了吃饭 然后它12点多来 我婆婆打的电话 第一次之间打的电话 它手机关机了 我说我公公今天早上上人家去来打 就是说换那个八子人 有没有到人家来 他老头说没来 三个人又把那个狮子 就是运至这个桂枝室 一个山区埋掉了 说到三山上 身上的衣服都没有了 肯定接受不了 谁也接受不了 谁也有父母 我刚刚说姐姐们来干蒙古朋友们来 平共不摸 还要把他做什么厂能量 我自个也不感谢了 太残忍了 应该接受不了 别说他家里人 我们城市上都接受不了